自马来亚独立以来政府就立法规定 雇主和雇员必须每个月拨出部分薪水存入公积金的户口里 这笔公积金是为了让会员们在退休后可以用来养老 不过几天前WhatsApp群组就流传一则简讯 内容指年龄超过75岁的公积金会员 将不会得到由公积金局派发的利息 顿时引起打工族的关注 针对这件事情公积金局澄清那已经是旧的政策 而如今的派息年龄已经延长到100岁 雇员公积金局发文告表示 最近广泛在WhatsApp和其他在线平台流传 有关最高派息年龄是75岁的声名早已经过时 而且也不再适合使用 同时重申公积金局在2016年11月3号发出的文告中 已经宣布从2017年1月1号开始 会员将可以继续从自己储蓄的剩余部分中 赚取利息直到100岁 这也意味着会员到了全额提领的年龄后 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将存款 继续保留在公积金户口内 并继续享有利息直到100岁 当然会员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这笔存款 当会员已经达到100岁 公积金局就会寄送信件给相关会员 告知还有款项没有被提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到了100岁过后 这笔无人认领的公积金存额 就会被转移到没有人认领的款项注册处 无论如何 公积金局促请会员 对社交媒体收到具误导性或者未经证实的信息 必须保持谨慎 不要随意转发 同时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公积金局鼓励会员参考EPF的官方沟通管道 我们都知道 雇员公积金局会员的户口分为第一户口 而第二户口而而第一户口而而第一户口内的存款 是名副其实的养老金或退休金 除了较早时 为协助国民度过疫情困境 而推出的ICNA计划之外 一般情况下还没有达到55岁退休年龄 是不被允许提领第一户口的存款 至于第二户口的存款是可以提领出来 作为购买房子 缴付医药费 教育经费等等用途 可是你是否知道 会员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提领所有的存款 所有雇员公积金局会员在年满55岁时 就可以申请提领所有公积金存款 这包括了第一户口和第二户口的存款 到时会员可以选择全额提领 又或者提领所需要的数额 然而选择退休公务员基金KWAP的公务员 可以在年满55岁前申请一次过提领公积金存款 同时当公积金会员不幸成为残疾人士 无法工作的时候 会员也可以选择全额提领公积金内的存款 至于选择放弃大马国籍的公积金会员 可以在离开大马前全额提领公积金存款 而且非大马公民的会员 也可以在离开大马前提领所有存款 另外公积金会员不幸去世 继承者也可以申请提领所有存款 雇员公积金是马来西亚人最为熟悉的养老计划 为了满足会员在退休后的20年 也就是55岁到75岁的基本生活费 雇员公积金早在2019年就把会员退休基本存款额提高到24万令吉 在新的基本存款额实施后 会员的户口必须拥有更高的存款 才有资格参加EPF会员投资计划 各位正在观看本视频的观众朋友 是否有留意自己公积金户口里的存款 是否已经达标了吗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继续留守险